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由MED学院推出的 Android的高级UI控制视频课程 我是本套视频课程的讲师,超哥 本节课给大家介绍的是 Android中实现图形绘制的通用第三方控制 A Chart Engine 首先来看一下绘制图形的场景 在很多商业App中 都用到了绘制图形这个功能 比如一些炒股类的App 还有一些用于财务报表的App 都用到了绘制图形这样的功能 接下来我们还是按照之前的学习思路 来看一下用于绘制图形的系统空间 在Android的系统中 当绘制2D图形时 常用的API有Canvas和Paint 当绘制3D图形时 常用的是OpenGLES 在这里我们就不详细讲解这两种图形的绘制了 我们接下来重点讲解 如何使用通用第三方空间来绘制一些常用的图形 仍然按照之前的学习思路 当进行第一步搜索定位时 大家应该能在Google搜索引擎中找到 Android中用于绘制图形的通用第三方空间 叫Achat Engine 这个第三方空间 它的原码和一些文档 并没有放在GitHub上 而是在Google的代码托管网站 code.google.com 大家可以在这个网址 找到关于这个第三方空间的相关资料 我们进到其官方文档来看一下 在文档的开始部分 就介绍了这个第三方空间所支持的各种图形 包括折线图 面积图 散点图 时间图等等 下面列出了一些成见的图形 这里我就不带领大家一起读文档了 回头大家可以自己来阅读一下 这个第三方空间的官方文档 并且通过Google搜索引擎来搜索一些 关于这个空间的一些资料 再接下来 我主要是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给这个空间总结的一些要点 以及通过这个第三方空间所自带的 示例程序 来向大家讲解这个第三方空间的用法 所以我们会把总结要点和编写Demo这两步合并在一起 一边分析这个空间提供的示例程序 一边总结这个空间的使用要点 官方文档中提供了Achart Engine的所有原代码 示例程序 第三方引用类库 以及API文档 我们先把这些相关资料下载下来 点击Downloads这个tab 可以看到的是 所有版本的示例程序 API文档和第三方引用类库 我们把这三个资料下载下来 至于Achart Engine的所有原代码 大家可以点击Source这个tab 通过SVN Checkout下来 我们这里就先不把原代码下载下来了 先学会如何使用这个第三方空间 下载下来之后 对示例程序进行解压 并且将其导入了Eclipse里面 File import找到这个视例程序 我们将其添加到MathEDU这个WorkingSets里面 Finish导入进来之后 我们来运行这个视例程序 运行之前 我们先把 不要的Target的版本 改成Android的5.0吧 然后运行 大家稍等 运行之后的主界面是一个ListView 每一个ListItem都对应一种图形 我们点开其中的几个图形 来看一下Achart Engine所支持的一些图形 比如 折线图 可以同时显示好几条折线图 再比如 柱形图和调形图 还有水平的柱形图 再接下来比如三点图 还有柄图 以及圆形图 圆环图 好 我们就不一一打开每一种图形了 这个视例程序所包含的所有图形 也就是说 Achart Engine所支持的所有图形 我已经在四维导图中给大家进行了总结 看这里 支持的图形 总共有这么多种图形 包括 折线图 对应的Java原文件 这里都给大家进行了总结和分类 直接看四维导图就非常方便了 如果今后大家想要实现某一种图形的话 只需要在导图中找到相关的图形效果 跟你想要的图形哪一种最接近 然后去看它的Java原代码是如何实现的 就可以了 这些所有的图形都有下面几个共同特点 首先 它们都可以包含多个系列 这里介绍一下系列的概念 比如在折线图中 这个折线图中包含了四条折线 那么每一条折线都是一个系列 再比如在接下来的条形图或柱状图中 大家看到了有两种颜色的柱状图 那么每一种柱状图 每一种颜色都是一个系列 也就是说这个图形中有两个系列 那上面的各种图形都可以包含多个系列 并且它们都支持水平或垂直方式的显示 默认是水平方式的 并且支持许多自定义的功能 此外 这些图形 它们都可以被构建为一个view 那这些view呢 可以添加到某个view group里面 也可以被构建为一个用于启动activity的intent 具体的实现方式 接下来我们会通过视力程序进行讲解 好 我们打开视力程序 在这个视力程序中 chartdemo.java 这个activity 是整个视力程序的入口 大家刚才通过运行结果 也看到了 运行后首先显示一个listview 每一个listitem都对应一种图形 在原文件中 大家可以看到 每一种图形都对应一个java原文件 这些java原文件都是以 xxxchart结尾的 那么这些图形是如何被显示出来的呢 通过分析视力程序的原代码 同时分析这些类之间的关系 我为大家画了一张类图 通过这张类图 可以帮助大家了解类之间的关系 并且能够帮助大家理解 每一种图形是如何绘制出来的 首先 有idemochart.java 这样一个接口 idemochart.java 它是一个interface接口 接口中定义了三个方法 get name get this 和execute name 指的是每一个list item中 上面的这一行 也就是说这个list item的名字 下面的描述部分 就对应了description这个属性 至于execute这个方法 就是具体的图形绘制了 此外 还有abstract demochart 这个类 abstract demochart 它并没有实现idemochart的java 中的三个接口方法 因此它仍然是abstract的 类像的 至于idemochart的java中的 这三个接口方法 那么要留给具体每个图形 去实现 最下面这一行 我列出了几个图形 并没有完全列出来 它们都实现了idemochart的java中的三个方法 并且继承了abstract demochart中的 列出了这些所有的方法 前面提到过了 execute这个方法 是绘制图形的核心 如果你仔细分析一下 execute这个方法的话 会发现在execute这个方法中 总共做了四件事情 第一是构建dataset 第二是构建render 第三是设置render 第四是通过chartfactory的getxxxxintent的这个方法 来得到某个intent 当然要把前面得到的dataset和render 作为参数传递到这个方法中 先来说一下dataset和render的概念 当我们显示一个图形时 图形上肯定是有数据的 那么这些数据的集合就构成了dataset 当我们要绘制具体的图形时 每一种图形都对应一种render 也就是说一种渲染器 渲染器负责把这个图形渲染并绘制出来 构建完渲染器之后 这个渲染器还有一些属性要进行设置 比如当在二维的坐标系中进行绘制时 那这个坐标对应的一些 标签啊字体啊文本啊标题啊 都是要设置在渲染器上面 因此execute的方法中 总共包含了这四步 我们通过类图可以来对照一下 好 abstract demo chart这个类中有这么多方法 但是我们可以给它分一下类 大家可以看一下 前面这几个方法 beta dataset beta build dataset build body dataset build date dataset 还有build category dataset 以及build multiple category dataset 这些都是用来构建 各种各样的dataset 当然根据图形的不同 那所需要的dataset的种类就不同 如果显示的图形是包含多个序列的 那么就要把构建出来的dataset 添加到序列里面 好 第一步构建dataset的工作 构建完dataset之后 就要构建用于渲染每种图形的render 包含了这样几个方法 build render 还有build bar render 还有build category render 同样构建完render之后 也要把这个render 添加到相关的一些用于保存render的容器里面 第三步是对构建出来的render进行设置 比如title x轴的title y轴的title 以及x轴的最大值最小值 还有y轴的最大值最小值 以及标签的颜色 x轴和y轴的颜色 这些属性都是render的属性 进行设置 最后一步 就是调用getXXIntent 当点击某个listItem的时候 要跳转到一个新的Activity 在这个打开的Activity中 把相应的图形显示出来 接下来我们就来分析一下 其中典型图形的原代码 看看这些图形是不是按照 我们总结了这四步来绘制出来的 我们选几个典型的图形 首先看看 A Chart Engine支持的图形 常见的图形当然是折线图 柱状图 还有丙图 这种图形是比较常见的 我们先来看一下折线图 这种折线图 这种折线图的话 它包含多条折线 对应的原文件是Average Temperature Chart Average Temperature Chart 这个文件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execute的方法 前面也提到过了 当我们构建出dataset和rendel之后 要把这两个数据作为参数 传到 chartfactory.getxxxx intent 这个方法中 因此我们就到着看吧 先看是不是包含我们提到的第四步 chartfactory.getxxxx intent的方法 并且参数是dataset和rendel 这里看来是有的 参数一个是dataset 一个是rendel 再往前看 是不是设置rendel的属性 这么一堆东西都是设置rendel 那么再往前 当然是构建rendel了 看看rendel是在哪边声明的 在这里声明 构建一个rendel 通过调用builderrendel这个方法 来构建一个rendel 那么再往前的话 就是构建dataset dataset是在 看哪个地方声明的dataset dataset是在这个地方声明的 构建dataset需要传入titles x和values这三个值 那titles x和values都是在这个方法的最开始部分 进行了定义和得到相关的值 titles x还有values 好大家看到了 就是按照我们前面提到的四步 构建dataset 构建rendel 设置rendel 以及通过调用 chartfactory的 getxxxintel的这个方法 来得到一个intel 那么得到的这个intel 是由哪个activity 跳转到哪个activity呢 当然是由当前的activity 至于目标activity的话 这里我们要在 androidmanifest.xmarl中 进行定义 也就是说这个文件中要添加这样一个activity 这个activity 它并没有在src这个目录下 而是在我们引入的achart engine 所提供的第三方炸包中 有这样一个activity 这个activity也就是说 它用于存放新生成的view 新绘制出来的图形 都把它显示在一个新的activity中 就是graphical activity 好 我们再看另外一种常见图形 看是不是也是通过这四步进行构建的 看一个饼图吧 budgetpawchart叫java budgetchartpart叫java execute的方法仍然是倒着看 首先有get 首先有chartfactory的getpawchartintel 这样一个方法 其中参数是dataset view of the category dataset 另外一个是render 再往前看的话 这么多方法都是用来设置render的 这些 这些行方法是用来定义render的 用来构建render 通过调用buildcategoryrender的方法 至于dataset的话 它直接调用了buildcategorydataset 需要的参数是values 而values是在通过前面两行得到的 而第一行 通过第一行得到的 第二行代码是用来构建render时作为参数传进来 也就是说在画柄图的时候 也是通过构建dataset 构建render 设置render 和得到intent 这四个步骤来绘制图形 在视力程序的原代码中 还有几个类文件 还有几个java原文件 包含了 PowChatBuilder的java 还有xyChatBuilder的java 在这两个原文件中 你会发现 有这样一个方法 它是调用的 chartfactory的getxxxview 这个方法 当然参数也是dataset和render 当调用这个方法的时候 它并不是得到了一个intent 也就是说跟前面 这个是有区别的 无非就是把第四步中的intent 换成了view 当调用getxxxview这个方法时 直接就得到了绘制出来的图形 因此可以直接把它显示在 某个当前的activity中 所以你只要知道了所有的图形都是按照这四步进行汇集出来的 那么接下来在你自己开发的app中想要汇集某种图形时 你只需要根据前面我给大家总结的每一种图形 它具体长什么样 先看看哪种图形的样子 跟你想要的绘制的图形比较接近 然后根据这种图形 所对应的这个黄色的标签 也就是说它在视力程序中对应哪个Java原文件 接下来再去参考它的Java原文件中的视力代码 按照构建dataset 构建render 设置render 和得到intent这四步 就很轻松的汇集出你想要汇集的图形了 当我们在自己开发的app中汇集某种图形时 除了前面的介绍 当然我们还要注意两点 第一是把achataengine 杠对应的版本号.诈文件 导入了你的项目中 这一点当然是必须的 也就是说把它添加到builder path里面 第二点前面也有提到 就是在android manifestor.atmail中 添加对graphical activity 这个activity的配置 以便于当我们要由当前的activity 跳转到一个activity 并且把汇集出来的图形显示出来时 要添加对这个activity的配置 根据前面的学习思路 如果achataengine这个通用第三方空间 所提供的这些图形 仍然不能完全满足你的需要 但是跟你想要的图形 比较接近时 你可以下载achataengine的原代码 进行修改 achataengine的所有原代码 前面也说过了 可以通过svn进行checkout 这里我们就不对原代码进行分析了 感兴趣的朋友 可以把所有的原代码下载下来 进行分析和修改 好 关于achataengine 这个android中用来绘制图形的通用第三方空间 我们就给大家介绍这些 本节课就为大家介绍这么多 谢谢大家观看 让我们下节课再见